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直把儿子当成全世界来宠爱 迪鹰曾在节目中自保儿子12岁才断了母乳 15岁的时候还跟自己裸睡在一张床上 被这样宠出来的孙安佐成了个典型的马宝呢 从一开始犯一些小错误到后来走向犯罪的道路 每次迪鹰都会跟在儿子后面擦屁股 而且在媒体发一些负面报道之后还会站出来发声 表示自己儿子是有前途的 以后名气能堪比成龙 只是媒体过分关注才把事情闹大的 妈妈这样的态度让孙安佐更加肆无忌惮了 前段时间她又被爆出跟网红发生关系 后来女方怀孕 她却逼迫女方做人流 但是迪鹰还是坚决表示儿子并没有犯错 还威胁女网红说要上告她诽谤罪 这样的溺爱实在让人不能理解 也实在让人害怕 听说她儿子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 也不知道迪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过来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